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武帝萧衍建立梁朝之后 吸取其灭亡的教剧 广泛纳界勤于政务 不分春夏秋冬 总是五更天起床 批改公文奏章 而且在生活上也非常简朴 诗书上说他一官三年 一费二年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给南朝带来将近五十年繁荣的梁武帝 为什么最后却落得被活活饿死的结局 隋文帝阳间 隋朝的开国皇帝 他不但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 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而且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 社会安定 肯田素增 积蓄充盈 文化发展 假兵精锐的强盛国家 史称开皇之治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力兴盛的隋朝 竟然仅仅三十多年就灭亡了 从梁武帝到梁元帝 从隋文帝到隋阳帝 唐太宗从这些前朝兴衰的历史中 都学习到了什么呢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指 太宗的三个对策 我们看历史上 有许许多多的皇帝 这皇帝都读过书 甚至有些人文化修养还很好 你看他的兆令 写得都头头是道 道理都明白 可是为什么依然失败 所以我们要去总结这个历史的经验 我想我把它做一个归纳 我们出线条的归纳 也不要做得太细 有一种人 有一种类型 我们可以以什么人呢 以南朝 有个很有名的皇帝 梁武帝 萧衍 以及他的儿子梁元帝 这么一对父子 作为代表 再一类人 第二类 我们可以拿隋文帝 和他的儿子隋阳帝 做代表 所以正好两对父子 代表了两种类型 我们看第一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有什么特点呢 我想把它归纳起来四个字 空谈悟国 梁武帝 他出生很好 他出生是兰陵 萧氏 这可是江南的大名门 他小时候和一帮的文学家 和一些才子在一起玩 史学家 沈约 文学家 谢条 这都是鼎鼎有名的学者 他和他们玩在一起 被人家称为 静灵八友 这八个人 可以说是代表 整个江南文化的领袖级人物 而和这八个人相比 梁武帝比他们还强 强在哪里呢 他有政治头脑 有政治气魄 所以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南朝的齐 齐的后晚年 动乱了 政局乱七八糟 这个时候 萧燕崛起了 他建立了新的王朝 梁 他就是有名的梁武帝 梁武帝年轻 登基当了皇帝 你应该说 他的政绩是非常好的 他使得整个国家安定下来 他非常崇尚文治 以文治国 文化治国 所以在他的统治下面 南朝的文化 有了非常大的发展 如果说中国的这个文化 基本上是北方非常强势 北方强 南方弱 到梁武帝这个时候 南方的文化已经取得了和北方抗衡的实力 甚至在很多方面 超过北方 到这个时候 梁武帝年纪也慢慢大 他在位的时间很长 他开始变了 他幸福 所以南方盖了无数的寺院 这寺院都是不惜血本去盖 当时候人形容他 这个寺院是盖的穷极红利 生泥十余万 知产蜂窝 唐人写诗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掩饮中 写的就是这一节 所以他以为建寺院就是一个功德 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佛教的人 叫做达摩 达摩来了到了南方 梁武帝很得意 问达摩 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寺院 我功德怎么样 达摩跟他说 你没有功德 但是他不懂 他沉浸在里面 他完全忘记 他所处的政治环境 是北方强敌 就在他身边 他把整个南方变得一个非常文弱的社会 文弱到什么程度 长期和平不打仗 南方人听到马叫 以为是老虎叫 瞎得抱头鼠窜 他从来就没见过马是怎么回事 这梁武帝整天把国家大事都忘在脑后 大家就沉醉在一片和平景象里面 在这中间 他犯了一个错误 北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做侯景 这侯景很能打仗 高欢的部下 高欢知道这家伙 打仗是没说的 野心很大 所以 这个侯景在北齐混着混着 混到后面混不下去 野心太大 往南方跑 跑到南方来 南方都劝梁武帝说 这个人养不得 这白眼狼不能用的 梁武帝讲人有难我们应该收留啊 收留了 收留下来也罢 重用他 没有建讨他 没有制约他 侯景在江南 他看穿了梁武帝呢 这个梁朝呢 已经是个子老虎了 外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强盛的王朝 歌舞升平 其实里面已经虚弱了 军队不堪一击 所以他起兵造反 起兵造反把梁武帝围在这个皇城里面 就活活把他饿死掉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在位近三年的梁元帝犯下了什么致命错误 隋阳帝亡国的真相又是什么 百家奖坛正在播出 风云唐太宗旨 太宗在三个对策 梁武帝死后 梁武帝第七次 湘东王潇义继续发兵讨伐侯景 历经两年多时间 最终平定了侯景之乱 公元552年 潇义在江陵登基成帝 史称梁元帝 据记载梁元帝博宗群书 下笔成章 出言为论 才变敏塑 冠绝一时 他一生著作甚多 而且善于绘画 如今仅存的金楼子 被收入在四库全书之中 而这幅描绘各国进贡史臣的直贡图 据说是萧义做荆州刺史时所画的 那么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皇帝 又是如何仅仅在位三年 就背负亡国了呢 平定以后 他的儿子梁元帝 当上了皇帝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就在前面 你看清楚了吧 但是呢 他儿子跟他老子一样 也是很喜欢空谈的人 他并没有想到要发奋图强 力经图治 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 建立起一个好的国防 他也在那边整天召集百官 大谈文字 在朝堂上让百官听讲 他亲自开讲 讲到什么程度呢 北方的北州 一看 这个国家根本不行了 派兵下来 打他 把整个首都给包围了 外面是枪林剑雨 打得杀身震天 他窥然不动 坐在朝堂上 和百官讲仁义道德 讲了半天 结果不出大家的意外 但是呢 也出大家的意外 没有意外的呢 成陷落了 被攻破了 出乎我们意外的是什么呢 他打败了 曾被攻破以后 他就怪罪这些书 他说我 读书万卷 悠有今日 我读了这么多的书 我讲了这么多 仁义道德 神明不保佑我 这书有什么用呢 他是一个书吃 他几十年 收集了中国最多的图书 都是珍贵的图书 他迁路语书 他一把火把这书全给烧了 这一个呢 是典型的空谈 空谈悟国 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失败 其实呢 南朝有个著名的文人 叫做于信 写了一篇很有名的副 叫做埃江南副 在这篇埃江南副里面 他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 他为什么办 宰衡以干戈为儿戏 近身以清谈为妙略 宰衡这个执政者宰相 把这个打仗干戈 把这个兵士当作儿戏 这个世人以清谈作为谋略 能不败吗 这两个故事 是唐太宗跟大臣们讲的 他跟大臣们讲这两个故事 要大家明白 治国不是谈出来的 空谈是误国的 这空谈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第二种类型呢 谁闻地谁扬地 那就是很典型的 虽扬地的文集 唐太宗读了以后都感动 所以他讲的都是圣贤的话 怎么做的都不是圣贤的事呢 你看 他可以把老百姓剥削到 家无三日娘 可以让妇女去 服沉重的牢狱 去开河 去筑城 可是呢 他在位期间 他做了很多事情 那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历史学家呢 还写文章歌颂他 隋文帝下了好几次的召令 说现在国库非常充实 所以呢 减税 隋阳帝也做了很多 隋阳帝把成丁的年龄大幅度提高 我们说过古代的税是什么 是人头税 人头税你成丁年龄高了 意味着什么呢 你征税的年龄跟着就高了 是吧 提高你三年的成丁年龄 就等于免掉你三年的税 这不都是行人证吗 做得多好啊 这你把这些事情 罗列起来都有记载的 你却说隋朝那是行人证 非常好 可行人证怎么灭亡了呢 很快就灭亡 而且没有老百姓同情他 大家都揭竿而起要推翻他 唐太宗把这里面的真相 把他点破了 唐太宗说 隋朝的老百姓 哪怕有财产都保不住 我们要注意是保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常在税外加征 税外收费 这就是唐太宗说的 隋朝的老百姓 有财产也保不住 我们要问 唐太宗有没有抹黑隋朝呢 很简单 我们看两个事实 隋朝的仓库 对吧 这个仓库到唐朝还能用五六十年 那你肯定是强争暴敛 第二个事实 像隋阳币 他明文规定 妇女不服牢狱 妇女不征税 广大妇女欢呼鼓掌 可是事实是什么 开河组成最繁重的劳动 妇女去干 他没人了呀 全争掉上去了 1769年 往特改良蒸汽机 四年前隆六十大寿 下诏普遍全国帝兵前两 1771年 大不列边白科全书出版 同年吉小兰 任四股全书总壮观 1775年 库克第二次环球航行 此年乾隆帝东群山东 命河绅为军级大产 当跑步前进的西方世界 和全正的乾隆盛世相遇 会带来哪些启示与反思 成败论乾隆下部 尽其播出 酒鬼相全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为什么每户发卷一匹的好主意 却被唐太宗给否定 为什么善于用人的唐太宗 从来不用拒脸之臣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风云唐太宗之 太宗的三个对策 据史书记载 在唐太宗登基的前三年 隋末的大规模战乱 方才平息 直到贞冠六年 魏征上书史还说 茫茫千里 人言断绝 鸡犬不闻 道路萧条 由于经历随末连年的战乱 唐朝初年 唐太宗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就是土地荒芜 人口锐减 那么唐太宗究竟是如何 在一片废墟中 创建出一个国力强盛的 贞冠王朝的 请继续收看 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之 太宗的三个对策 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的教训 他就要做什么 极力去避免做这些事情 他自己总结 说自从我登基以来 我是用心去养育百姓 我能做到 一 没有劳益蒸发 国家工程能不做不做 不要去大量争调 劳益 第二个 让老百姓能够安心生产 守得住财产 没有税外加征 你的财产就能保住 但是只要老百姓能守得住他自己的财产 这就是我的赏赐 所以我不要学隋阳帝动不动作秀赏赐给老百姓赏赐这个那个一边赏赐一边拿回来 我没有赏赐 但是呢 我让你们能保住财产 这就是我的赏赐 我不老民 我不强身暴敛 我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这就是我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处 能做到这一点 那就是对老百姓最好的 创造一个最好的环境 唐太宗说的是一番道理 那么他有没有做一些事情能证明他输的这一些呢 我想举个例子 在唐朝初年 唐朝和突厥的关系很紧张 突厥老是入侵 所以北方沿边呢 这个老百姓经常受到骚扰 受到战争的破坏 战乱过去了 把突厥打走了 一片荒凉 所以呢 这个民政部门给唐太宗提了一个建议 说我们呢 去救济这些百姓 我们给他们呢 每户每家发一批捐 古代一批捐是很贵的呀 我们每家给他发一批捐去救济他 这个文送上去就被唐太宗打回来了 为什么打回来呢 是不是唐太宗跟随朝的皇帝一样 到了分钱的时候 到了利益要给人的时候就小气了 舍不得了 还真不是 唐太宗打回来理由是说 他说我不想像随朝那样 拿了一个救济百姓的虚名 而老百姓的什么真正的好处都没得到 他说这个户 每一个户千差万别 所以怎么能按户给呢 所以这一点 这个批设你就能看出 唐太宗是非常了解民情的 那古代那个户 唐朝那个时代的户 那个差距才叫做大 什么叫大家族 我们今天完全想象不出来 那个大家族一户 可以成千人上万人这么大 小的户 小到只有一个寡户 或者是一个孤寡老人 你一人一户 跟成千上万一户 都给一批捐 这个有用吗 基本上就落不到实处 所以唐太宗要求什么 按人给 不是按户给 按人给国家支出 大大增加 但是老百姓就真正得到好处 我们还要注意到 有种叫做能力 有种能力出现 能力就是能干的能 力就是官力的力 什么叫能力呢 能力就是专门指那些 挖空心思 想着怎么征税 怎么巧立明目 来增加税种 一心就想着收税的这种官 这种官呢 我们把它叫做能力 唐朝史书上也把它们称作什么呢 巨脸之城 就是收瓜的能手 这种巨脸之城 能力一旦被重用 你看它效果非常明显 用一个能力立竿见影 马上税收大增 作为朝廷最高的统治者皇帝 其实你想想 怎么用了这个人 财税就会猛增呢 生产的量没有增加 税拼命增加 所以呢 只能是老百姓的收入 急剧的下降 这样子做 结果是什么 用于上者无结 而取于下者无限 民皆其利而不能够 上面用钱没有结智 没有结智呢 去向老百姓收税 就没有限度 老百姓呢 尽其所能 把所有东西都交出去 还不够朝廷花 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你看一个王朝 都是这个巨脸之城 窃据大位 取得大权的时候 大概这个社会离动乱就不远 因此呢 这个巨脸之城 是一定要睁大眼睛盯住的 要看的 你不好好看住他 乱子就出来 我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 唐朝到唐玄宗的时候 圣唐大唐圣是多繁荣 可是繁荣的背后 有很多假象 钱不够用 这很多繁荣是粉饰的 因此 唐玄宗就想到 要怎么弄一些能干的人来收税 这个时候就有能干的人应运而生了 谁 我们看到在四川 俗这个地方 有个赌徒 很有名的赌徒 赌书很高 逢赌必赢 这个人呢 叫做杨国忠 他是在家乡品行败坏 人家家里人不要他 只好到四川去当兵 这时候有一个富商 叫做先于重通 这个人呢 他看上了杨国忠 发现这是个人才 在他身上投资 还真投对了 就像我们买股票选股一样 他一选 就选了一个潜力股 当然不是一个什么县城的好股 潜力股 潜力在哪里呢 最大的潜力是什么 他姓杨 这杨是名门 而且皇宫里面 玄宗身边那位宠妃就姓杨 杨贵妃 据说杨国忠和杨贵妃是亲戚 同一家 同一个杨家的 因此他把杨国忠找来 让杨国忠去京城去打通关系 为了他能够辉煌腾达 杨国忠去了京城 他先去找谁呢 杨贵妃他是找不到的 皇上身边的贵妃他哪里找得到 他找了杨贵妃的姐姐 叫做国国夫人 国国夫人说没问题 包我身上 我带你进皇宫 带到皇宫里面去 介绍给唐玄宗 杨国忠就教唐玄宗怎么赌博 让唐玄宗怎么赌都赢 唐玄宗一看 好 这人用来理财 多好 所以这样子呢 唐玄宗就把他用来当做 做理财官 他这一理财 他真能收刮 他马上让唐朝不够的财政 变成是有结余的 国库都充满 所以他非常疼大 一下子成为唐玄宗眼前的红人 这红人麻烦了 唐玄宗眼前原来就有个红人 安禄山 现在又来了一个红人 一山不龙二虎 两个人附卡 卡到最后 卡出一个安死之乱 所以用这种能臣 我就说离动乱就不远了 中国古代呢 很早就发现了这个能力的危害性 礼记 很早的一部书 礼记里面就说到 百秤之家 不须聚敛之乘 于其有聚敛之乘 另有道乘 什么意思呢 就国家不能用专门收刮的这种叫做聚敛之乘 不能用这种能力 聚敛之乘是伤害了全体老百姓 他的法外加征就把整个国家正常的法律制度全给破坏了 他往往会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再反过来看 这常妇与民 这一个原则呢 在唐太宗的时候就贯彻得很好 我们看唐太宗整个统治期间 他就没有用过一个聚敛之乘 一个都没有 那他下面的官员有没有呢 有 我举个例子 唐朝有个部门叫做大师隆的师隆 换今天的话说 农业部 这农业部在唐朝非常重要 因为古代他经济的主要的经济是农业 不是工业 所以农业就成了整个国家的命脉的产业 这农业部长叫做窦靖 叫做窦靖这么一个人 窦靖是一个好官 他主张养民 主张清税 和唐太宗的思想是一致的 但是他有一个副职 他的副手 他的副手叫做赵元凯 赵元凯就是一个能力 就是一个收瓜能手 所以你想这个部门还怎么整 一个清官 一个要减税的 一个是贪官 一个要加税的 两个凑在一起 这部门没法运作呀 但是窦靖有办法 窦靖有办法收拾赵元凯 他把这个部里的官员召集起来 炫化 公开讲 他说呢 这个隋阳帝那个时候 奢靖 所以施龙青这个位置 非你赵元凯莫俗 今天的皇上 皆俭爱民 你有什么用 说到赵元凯的满面通宏 无地之龙 这个事情反映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反映的问题是在 贞观年间 这种能力是招人看不起的 形成一种风气 形成风气以后 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几件事办下来啊 乾隆发现这个和尘很不一般 一部八亿字的自古全书 可以说没有季晓兰 就没有今天的这部自古全书 一场朝野着问的君臣赌局 这道奏格一下 整个大清朝野都精神 一群远道而来的英国人 鸦片战争的总结 其实正是在乾隆时期 中心 一向善于识人的唐太宗 为何也曾被小人所蒙蔽 一手开创了真冠之志的他 又有哪些独特的用人心得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旨 用人之道 正是有了唐太宗开创的真冠之志 从而为旷世繁华的开源盛世 奠定了基础 在大诗人杜甫的笔下 是这样描绘开源盛世的复数 一夕开源全盛与 小易游藏万家事 稻米流之 素米白 公司苍林 巨峰时 虽然唐太宗无缘亲见 大唐最灿烂辉煌的一幕 但却是他的努力 让圣唐必然出现于历史的长河中 在真冠时期 唐太宗藏富渔民 兴尧薄富 一方面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但是另一方面 朝廷的收入也大幅度减少了 那么面对新的问题 唐太宗又有什么好的对策呢 请继续收看 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旨 太宗的三个对策 那好 我们看到 政府呢 偿富与民 减税 这些事情 好事都做 但是呢 同样要带来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 就政府如果收了这么少的税 政府怎么运作 政府的整个运作是需要钱的呀 唐太宗采取三个对策 三个办法 第一个 良路自出 第二个 立行揭约 反对摄持 第三个 是鼓励民间自立自助 这三个办法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我们说到 唐朝在财政经济上面 有三个原则 这三个原则分别是什么呢 良人之利 而受之田 良地之产 而取予给工上 良其路 而出之 以为用度之数 也就是说 和你的劳动力相应的土地 国家给你 根据你的产量定税 收多少税 第三条 根据税收的多少 决定国家的开支 开支不能大于税收 他的基本的精神 就是用收入的这个盘子 来规定支出的规模 这唐太宗这么做 就是要把整个税收 纳入法制的框架之内 把权力纳到制度的框架里面 很清楚 我一年收多少 合法的收 这样子我就知道 合法的出 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 要良路至出 第二个要节约 节俭 大家说这太容易的 这不很好做吗 省一点吗 抠门点吗 抠一抠钱就抠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节俭 确实有两个方面可以做 一就是节俭 例行节约 确实要抠 唐太宗 在该抠的地方 非常抠 他自己身体不好 想在外面盖个别墅 夏天太热了 可以到那边去避避暑 他说了 我把材料备好了 我想盖 这时候我读历史 我想起来了 大玉治水 大玉治水呢 花多少的钱 开山 开河 老百姓没有怨言 都拥护他 秦始皇盖宫殿 老百姓就造反了 为什么呢 大玉治水 帝国立民 双赢 秦始皇盖宫殿 只立自己 所以老百姓反对 因此 我不盖了 他不盖了 这就是 例行节约 这一个 我想个人品德 修养好一点 能做到 也不难 克制一点 自律一点 就能做到 难的是第二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是什么 精兵减政 限制特权 你要精兵减政 就出动到官员的利益 这个事情 难度就要大得多 这么难的事情 怎么做 唐太宗来做 从皇族做起 先从皇族开始看 他找来宰相就问 他问了一个事情 唐朝建立的时候 这个高祖李渊 他就想说 国家长治举安 就因为咱们李家的人都封王 都有军队 就可以保卫国家 因此他就分封 封了理性的人 性理的 连孩子都封王 封了很多 唐太宗接班 唐太宗就问大臣 这样分封好不好 宰相告诉他 古代有分封 但是仅限于皇帝的儿子跟兄弟 没有封到姓李都封的这种程度 这么封太不公平了 唐太宗听说 对啊 我怎么能让老百姓 交重税来养这些皇族呢 所以就把这个 原来他父亲封的 统统降下来 降好几个级别 有些就取消 所以先从皇族治起 治了以后 那好 接下来治官 他跟宰相房玄宁说 说了一个用人的原则 说官不再多 官在得人 不再缘多 官不要多 所以选官 你不能像买东西一样 到那个便宜的商店 看着便宜拼命买 最后买了一堆 有用的一件也没有 用官也是 用人也是要精挑细一点 就把一个就是顶一个的用上来 房玄宁根据唐太宗的指示 他用官 他建立的整个朝廷的 所有的官员加起来 多少人 你知道吗 六百四十三人 六百四十三人什么概念 唐出人口再少也有两千万 两千万到三千万人的国家 整个朝廷的官员只有六百四十三人 够少了吧 官少反而效率高 并不是说官少的什么事情都不管 他效率高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节约开支 反对奢侈 就要两个方面 双管齐下 第三个方面 我说要鼓励民间自立自主 我们一定要知道 像唐朝这样 政府税收这么少 一个很大的问题出来了 养老 抚幼 小孩子谁来养 老人谁来养 随朝就做得比较损 把老百姓的税都收上来了 还要求西妇 把这个妇 大妇都拆成小妇 都拆成小妇以后 老人就没人养 现在唐朝明文规定 父母在不许西妇 不许分家 父母在分家算犯罪 立法惩处 这样子就让民间 在家族内部 把这个老幼的 抚育问题承担起来 这是你应该承担的 所以不让你分家 也是政府在浪税 让你分家 政府就多了一份户税 现在这个税还给你 我不收了 但是不是无条件还给你的 你必须把养育老人 你必须承担起来 而且这个承担不能光靠道德 所以唐朝为什么非常强调道德 没有道德的约书 这是一个现实利益的问题 所以一方面要强调道德 另一个方面 这个道德要有刚性的自愿 就是我们说法律的自愿 你敢把老人赶出去 我马上就判你的刑 这样子才能通过道德跟法律 相辅相成 才能把一个社会 建成真正的稳定的和谐的 又有所依老有所养 才能变成一个有道德的社会 这就是道德跟经济发展的一个关系 道德是整个社会的基础 也是经济发展的要求 不是说经济发展就不要道德 没有道德也没有经济的发展 我们就看到在经济 财政经济方面 唐太宗也是用了很多的心血 下面我们接着要讲的是 唐朝的用人政策 下一集我们接着说